再去尋找安慧的白皮 去畫 雙棋印 不外乎就是撇 尖或者不尖 就是不尖的 就是這塊 是吧 這樣而已 很快 難怪不解放 行輸要快 撩出來就可以了 你過到我的眼就行 你能不能進去我的眼 撇得兩種 因為這樣撇出來 不,我想有些時候會不會說 然後怎樣? 好了,這個位置是精美的地方 在裏面出還是反手? 然後上去 停 停 粗還是油? 油 對,很奇怪 好 然後有沒有印象怎樣? 匯豐,幼一點 這樣 很遠 對 好了 還有呢 很巧妙的這件事 停 離開的時候順便按 這個有講過 我比較喜歡上去 然後反手 急停 我講過了 這些位置很多時候 你們是會有藉口的 抖了那張紙 對 用理智筆 點望 按它下去 不要給自己這樣的藉口 停 上去 你下的時候 你的眼睛是能瞄到這個位置的 不但還要瞄到上面 就是中間 哪個是直的 看到嗎 嗯 停頓 好 兩個都是大字 經常都說自己的字不夠 為什麼? 不是每個字都要大 字立體的意思就是 應該有粗 有油 好 好 因為我現在 這個是鞋面 這個也是鞋面 這個也是鞋面 絕得很厲害 好 這個時候要有經驗 漸進夠不夠位呢 應該夠 因為這個二差不多是中間 是不是 於是乎三點 又是了 壓住它出來 重 這個也是經驗 為什麼裡面中間會重的呢 因為旁邊的根子只有四滑 肯定是很鬆散的 所以把重的位置放在什麼 就是車子 很密的 但是密的 你又看到有一棟東西 有一個田字 即是車子 中間的東西 放一點 這個就是手勢 這個不是擺不擺位 有沒有思考的概念 而是這個概念 你寫不寫得那麼流暢 是手的問題 也就是你要練的原因 看著吧 OK 看看這棟東西 應該跟這棟差不多 嗯 這本照片就透了口氣了 基本上 當你寫到根子的時候 整篇東西已經結束了 基本上 你最怕的是這筆 對吧 我說過 眼睛沒有太多 一下就可以了 看 這個位置 空的 是不是 要點重一點 就是這樣 OK 接著要留意什麼呢 這條褲 哈哈 不要在這裡 這樣 要兼顧很多東西 旁邊有東西 對不對 不要撞 而且不要太低 這個位置 是熟字 肯定很長 因為我下面有三點水 於是就這樣做 喏 這個位置的停頓 跟這個一樣 所以整個節目不會歪 看 很近很近的黏 看到嗎 看到嗎 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上一點 稍後稍稍稍這個位置 上 好 二字這樣寫 轉一轉 嗯 長一點 可以嗎 嗯 可以嗎 這樣很密 哦 鬆一點 OK 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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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麼放 抖 抖 有顆凸 可以靜一靜 靜一靜 不再不再不再久了 這個尺寸可以不用站著 就要顧到的 只要顧到的 只要顧到的 我因為年紀大了 你們不用了 獅子 高一點 那個獅子應該比較上 頭會比較麻煩 這個位置 一樣 當然你平時做的 不可以用一把尺寸去量度 這樣 梁國氣 但是 起碼眼睛看得到的位置 差不多在這個 粗有這個 差不多 就是這樣 OK 都是這支筆 都是這支筆 所以沒有 excuse 大約書方面是怎樣的 很多人都覺得大約書方面 很多字不識齊 其實 你如果想起 其實唇字是這樣 就是這樣 寫完 然後放進去 是不是 一筆一筆 好了 蜆呢 沒有的 就是這樣 這裡呢 通常有還是粗的 看不記得 這個位置 對了 有的 好了 扁了 是不是 扁了 好了 封頂 不要理會這個東西 比這個 這樣 你看 這樣 類似這樣就可以了 短不短也沒所謂 很漂亮 還想不起 好像沒有教過 不是有沒有教過 廣字頭 懂不懂 先 先 先 孩子的指 懂不懂 但當然他和孩子的指 都不飛的 對不對 這樣 有沒有印象 沒有 沒有聲音 沒有印象 平一停 這個有印象 對嗎 二字不用說 二字有兩個寫法 第一種 比較上 平時我們用多些 普遍些 就是這樣 另外一種 它是由 算書 第便 變過 記住它 尖指 三點水 很多人說三點水都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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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過它是輻射性 放射 中間 扯一字 不要太胖 不要太胖 扯一些 到這裡 窗插 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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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東西 這樣 看到嗎 看到嗎 這樣過來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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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全部說是 嘻嘻嘻 嘻嘻 嘻嘻 熟字比較難 沒有覺 但你想到熟字其實是這樣 我只是把口字黏在 那 換言之 好像國字 國正的國字 這樣 就這樣 軟字 有時候我裝備中間也有一塊東西 這樣 第四處最美的地方是優雅 不是優雅 要飄逸一點 嗯 OK 好了 讀字不用說了 二字 精字 寫過了 C字 很多人的C字都忘記了 向外面 有沒有印象 有 有 有 進字 那個餐廳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你們平時如果練得多的話 那些好處 為什麼這些師兄那麼厲害呢 那個原因就是 將他 將他的 一些東西 例如說 Tommy 或者Derek 或者上 那些 他們平時想去送東西給人 或者寫一些東西 自己想出來的 常年累月 他們對於字的裝置 或者策劃整個字 就很有概念 那這個就是 你們可以做的 那今天輕鬆一點 對吧 都豐富一些資訊 就這麼多 下次有新稿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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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